说到相声行业的领头羊 德云社之所以能这么红 离不开班主郭德纲 而郭德纲之所以能走红 离不开相声皇后于谦 于谦对于郭德纲的帮助太大了 说他是郭德纲的贵人也不为过 3月3号于谦老师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影响力 为北京残奥会现唱宣传歌曲《北京说》 让大家有些意外的是 于谦老师没穿大褂 而是第一次尝试了京剧扮相 于谦老师这次的京剧扮相是武生的打扮 看上去威风凛凛 后背上还插了四面旗子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很足 看惯了于谦老师穿大褂 第一次看到于谦老师的京剧扮相 大家还真有点不习惯 于谦老师这个武生有点胖乎乎的 看上去非常可爱 一些粉丝也喊话 说大爷该减肥了 起码把啤酒肚往里面收一收 能够为残奥会演唱宣传曲 于谦老师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于谦老师在音乐圈也是个大拿 于谦老师是北京摇滚协会的副主席 青年的时候跟崔健一个大院长大的 唱摇滚的功力很深 再加上于谦老师出了名的好人缘 国民认知度也高 所以这次北京残奥会邀请于谦老师 来为北京做宣传 郭德纲相声里说 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 祖上就是老北京 是京城八大帽子王的后代 其实这句话并不完全都是假的 于谦的父亲本名叫于庄靖 是一位地质工程师 还真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 如今在自己的家乡举办残奥会 于谦老师自然是义不容辞 为宣传北京献唱 而且还是自己多年 没有过的京剧扮相 一点也不怕麻烦和辛苦 很多人都说 羡慕于谦老师这一辈子 工作是自己的爱好 说相声 喜欢小动物就开了个宠物乐园 喜欢唱歌又成了摇滚协会的副主席 演电影拿了影帝大奖 喜欢养马就成立个赛马协会 偏偏媳妇年轻又漂亮 一个人这辈子能活成于谦这个样子 真是夫妇何求了 郭德纲于谦 这对相声行业的模范夫妻 必将成为中国取义界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委员 设ber 初 感谢观看